台湾艺人艾成地铁口坠亡 年仅40岁 曾疑患精神疾病 卢慧捷运站供购大楼下的地铁口处围起了一圈警戒黄线 据报道称 台湾艺人蔡艾成于上午10点坠楼身亡 下身严重扭曲变形 当场身亡 年仅40岁 消息一出 他的妻子王瞳正在外工作 满脸难以置信 直接挂断电话奔赴现场 配合警方完成笔录 等待后续调查 艾成全名蔡艾成 是马来西亚人 热爱音乐 也参加了不少选秀比赛 在1997年时参加香港滚石唱片主办的 全马明日之星活动中 获得总决赛冠军 之后他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爱成 Mr.I》 其中歌曲《爱如此不容易》成为了张子怡主演的电影《紫蝴蝶》的主题曲 很多人认识他 是通过超级偶像节目 2008年第一届举办之时 他以踢管选手的身份出现在了舞台上 模仿郭富城演唱《对你爱不完》 神态气质和音色 咬字简直像得出奇 实际上他不但会模仿郭富城 模仿黎明 成龙 张学友和刘德华 也样样拿得出手 《爱成》的声线还很像阿杜 他的声音极具爆发力 带着强烈的情感宣泄 2010年 他开始走出乐坛 尝试拍戏 出演了台湾军事题材电视剧《新兵日记》 饰演入伍生肖德基 因为他的讲话口音等多种问题 导致他常常念错台词而恩基 被调侃是恩基王 在多次尝试锻炼下 爱成逐渐克服了语言上的困难 继续出演电视剧《赋于此》 饰演小贺 2012年 他和时任女友的王瞳 一起加入北七乐团 担任主唱 王瞳在台湾也算是家喻户晓的童星 从小拍摄电视剧《民事八点档》里总有他的身影 两人恋爱十年后 选择结婚 王瞳却在结婚前一年 被曝出和已婚男演员马俊林的婚外情 两人现身记者会说明了一切 泪洒现场 而爱成选择原谅 对他说道 别怕 我们家人永远都在 错了悔改就好 也许正是爱成的包容和感化 王瞳在之后最艰难的日子里都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 爱成事业发展平平 积不起浪花 也很难爆火 于是他决定做餐饮业投资 贷款500多万台币 投资建设西餐厅 因为疫情原因 豪华餐厅闲有客人 爱成赔了个精光 甚至五月结业时已经负债累累 他面对血淋淋的百万欠款 下定决心要三五年还清债款 东山再起 豪言壮语下是心酸的泪水和夜以继日的付出 还债的压力太大了 让他不得不陷入精神紧绷的牢笼 自我崩溃 有时血压能飙升到180 心跳高达120 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够好 爱成还确诊了新冠 新冠给他带去了后遗症 让他吃饭难以吞咽 甚至吞口水都会感到肺部疼痛 2016年 有网友晒出一段视频 画面中的爱成情绪极度崩溃 双眼通红 对着自己的朋友大声嘶吼 随后躺在地上用头撞地来自残 可见他的精神压力大到可怕的程度 在他身边的朋友只能建立温柔的对待 用陪伴和安抚来让他情绪稳定 根据好友的爆料 爱成就曾多次前往精神科治疗 在坠楼前一晚 他的状态就已经非常不好 甚至无法正常和人交流 妻子王瞳无能为力 不过还是一直在旁边安慰 因为第二天他还有工作 不得不出门 就把爱成交给了两个朋友照顾 朋友前去时 爱成躲在房间里将自己反锁 两人强入不能 只好在门口用言语安慰他 没想到爱成会从厨房窗口跌落坠亡 在痛苦之中 我们仍能看到他求生的欲望 7月30日他还在庆祝结婚两周年纪念日 14日在直播间为粉丝现场 而15日在社交平台发文 爱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也是最容易的功课 爱他吧 你就会得到永恒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活力美好的生命就这样逝去 在多重压力和困扰下 爱成最终以这种残忍可悲的方式离开了人世 令人悲伤惋惜 对于他的离世 很多圈内人士发文悼念 梁静如以祈祷手势和蜡烛表示自己的悼念 张可云发文称 爱成生前是很乐观 充满正能量的人 难以想象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逝者已去 我们能做的就是缅怀 也希望王瞳可以早日走出阴霾 接下来说 40岁知名男星爱成坠亡 妻子态度冷漠 引争议 警方公布去世细节 前几日 娱乐圈突传噩耗 年仅40岁的知名男星爱成 在卢州捷运站贡购大楼坠楼 由于事发突然 加上楼层较高 坠楼后的爱成当场死亡 消息传出后不少网友感到震惊 纷纷猜测爱成坠楼真相 据悉 爱成是马来西亚籍知名男星 2002年的时候 爱成主动放弃马来西亚 已经稳定的市场 只身来到中国台湾 想要发展另一番事业 到达台湾后 他凭借此前积攒的人气 参加超级偶像节目时 获得第二季的冠军 成功在台湾民众中露脸 并凭借着一把好嗓子 唱遍台湾 从此之后 事业正式走入正魁 不仅发行个人专辑 还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成为台湾知名男星 在爱成坠王后 媒体第一时间 联系到爱成的妻子王瞳 王瞳表示 爱成正和教会的人在一起 有什么事情 请联系经纪人 媒体告知王瞳 你知道爱成坠楼了吗 没想到王瞳愣了一会儿 一言不发 便挂断了电话 这种略显冷漠的态度 引起网友的争议 认为王瞳多少有点淡定了 项链多年的枕边人坠王 他不应该表现出 很大的情绪起伏吗 为何如此镇定 给人一种没心没肺的感觉 相比起王瞳的冷漠 爱成所属经纪公司 凤凰义能 陈痛表示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很震惊 很遗憾 爱成就像我们的家人 大家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目前我们正全力处理 爱成后事 也恳请各界 给予王瞳空间 时间 事件的过程 我们正会同警方 进一步了解中 就在众人纷纷猜测 爱成去世具体原因时 警方公布了 爱成去世前的部分细节 经警方转述可知 爱成离世前一天晚上 有到妻子王瞳的住处谈话 随后与妻子共度一晚 早上王瞳照常外出工作 爱成打电话 告知朋友心情不好 随后喊了两名教会友人 前来陪同 期间 爱成自称 有事进到厨房 许久没有出来 也无人应答后 友人察觉到不对劲 便找到厨房里 发现并未有人 因为厨房有门 能够通往阳台 其中一位友人 便前去阳台寻找 发现爱成已经坠落到一楼 由于爱成居住的大楼 位于七楼 等救火车到达后 爱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随后遗体被送到板桥殡仪馆内 等待家居前来指认 接下来说 爱成坠王 妻子一天未进时 守对外发声 专家 杂坏公务将面临索赔 近日 台湾艺人爱成 本名蔡爱成 从家中一跃而下 坠落在地铁出口后身亡 年仅40岁 据台媒报导 爱成跳楼身亡之后 妻子王瞳第一时间赶到殡仪馆认识 有人表示 她一天一夜没合眼 也没有吃东西 憔悴得不成人形 直到傍晚 王瞳才首度回应 回复好友 我好难过 让人鼻酸 台媒指出 爱成坠落的地点 是在卢州捷运站3号出口旁 现场血迹斑斑 早已被清洗 但是被撞突的扶手和破损地砖还在 专业人士表示 无论结果如何 地方都有权向家属索赔 联工代料 价格预估达5万元 大约1.1万人民币 爱成其实是马来西亚人 他在20年前来中国发展 因模仿郭富城、刘德华等人走红 他的起点很低 经历各种人生苦难 之前就患有精神疾病 这一次坠落 可能是因为欠债想不开 趁着妻子外出时跳楼轻声 爱成的妻子是台湾艺人王童 其实他一早就清楚爱成的情况 前一天一直在陪丈夫 17日因工作需要外出 找了两个朋友到家中看着爱成 当时爱成躲在房间角落 有人以为他在休息就没打扰 结果爱成进入房间 仅一分钟便跳楼 爱成与王童是明星夫妻档 两人过去甚是恩爱 几年前爱成精神失常 一度被送到医院治疗 也有过寻死觅活 当时王童不离不弃 陪伴丈夫走过困境 王童2019年婚内出轨男明星 马俊林 爱成轻描淡写一句 改过就好 原谅妻子不忠 两人破镜重圆 也有生儿育女的计划 可惜事与愿违 爱成本想着投资一把 贷款500万台币开店 结果接连亏损 到今年全部亏光 压力山大 对于爱成为什么会突然跳楼轻声 王童对警方表示 是心情不好 情绪不稳定 网友却迁怒于王童 指责他老公疑似抑郁症发作 为什么还要外出打工 王童无言以对 只是一类洗面 况且这一切并非他可以控制的 其实最受伤的人还是他